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沈腾饰演的王多瑜在拥有了十亿的资产之后做的一个发型 剧中的台词是这样的 十亿的发型已经做好了 你看怎么样 王多瑜说 正正好好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但是有网友发现 王多瑜的这个十亿发型竟然是按照王思聪的发型来做的 发型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难道是在暗指王思聪 在电影中还出现了一个令人觉得十分暖心的一个细节 就是出现了一座东美大桥 玛丽因为形象不符合这部电影的女主角的形象 所以在这部电影中就没有饰演任何的角色 但是剧组竟然以如此的一个细节来让玛丽出现电影中 也可以是说十分的有心的 而在剧中最后出现的长州恒泰 其实就是在暗示是广州恒泰 只要是球迷们都会立马懂得这个梗 其中还有一个剧情就是给两个基金管理人 端来的台湾泡面竟然是统一的品牌 这个动作是否在暗示祖国的统一呢 剧中的女主特别的喜欢王立宏 三个人在和赵的时候 王多瑜头上戴的也会是一个绿色的发布 有一个疯狂喜欢男明星的女朋友也的确的绿了 这部剧有很多的基本上 可以说是夏洛特烦恼的原班人马出演了 其中的出租车司机 就是在当时马东梅隔壁吵架的那一对情侣 而播报古神的那个新闻记者就是凯格 就连夏洛特烦恼中的小混混都成为了给人开车的小弟 如此的原班人马拍摄另一部作品 在其他的电影中几乎是没有出现过的 还记得那两位公正员的名字吗 一个叫做何必何必 另一个叫做假如假如 就连这些小的细节方面 编剧都是如此的用心 也的确是十分的有心的 如此用心的一部电影 能够获得如此的票房也不足为奇了 你们觉得呢 西红是首付中的这些个 你们当时都发下了吗 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